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撕叉 撕叉180 加0.1 撕叉结婚 有一个大晃在海儿控制住了 扣手分 挺身前空翻 红针掉 火车翻 绿站360 叶子空翻 控制住 地族的难度 后直900 这个动作其实是物超所值的 只要是下法做一个D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欧玉珊所做的这个直体的900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它的难度基础之上 直接再给加一个0.2 相当于一个难度动作啊 它比如说刚刚的D是0.4分 再加一个0.2的话 它这一个动作可以获得0.6 要知道在上个周期如果想把下法练出一个0.6的难度 那是相当的难的 当然这个周期在鼓励大家完成地族以上的下法 有额外的优待 6.0的难度分子有多分13.850分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广东对欧玉珊的自由操 拓制1080 再给摆拓制1080 再给摆拳直 第一转10080 上车 在后船两周站住了 漂亮 力转的1440 4X结魂和4X180 9K水平的7.2 在欧玉珊的自由操当中 这一套的完成质量很高 在欧玉珊的自由操当中 欧玉珊的自由操13.35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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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度价值是4.2 欧玉山今天整个的完成度几个项目比下来之后 整体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刚刚的跳马 欧玉山的脚步是有严重的伤病问题的 我们看它的空中姿态 第一腾空是非常漂亮 第二腾空 空中的完成质量是很高的 只是落地向后撤的这一步 是一个完成分扣分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十二 灯杠的沙坡180一组 白环180 明转 躯体的叶根 有一个额外的0.1的加分 帕克空翻地组 灯杠回环 灯杠沙坡地组 金格 滴滴的连接 低杠至高杠的 可以加0.2 团360线下 不错 今天欧玉山的四个单向 非常出色的完成了 我们很高兴看到它 还是有很好的比赛意识的 生怕它自己的通过会影响了镜头的画面 所以非常讲礼貌的在躲避着镜头 再来回顾一下欧玉山的高低杠 欧玉山的高低杠应该是一个5.8的套 应该是它的5.8的套路 除了最后的下法 团旋360的时候 落地的这一下 跳了一下 之后没有太完全控制住 还迈了一步 这是最后的完成分扣分因素会扣的比较多的地方 除此之外呢 其他方面其实完成的是不错的 5.8的套没问题 13.350的最后的分